古代出生于皇室之中 都把成为下一任帝王而作为崇高目标 甚至出现了许多儿子杀父夺权 抵献害兄争夺皇位的事件 由此可知皇家之中 皇位相争是一件家常殿事 而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朝代 许多人都对这个王朝有着浓厚的兴趣 这个王朝里面有皇帝被俘虏 有皇帝喜欢斗蛆蛆 所以大家对其充满了好奇 不过下面我们要讲的是明朝的一个藩王 他是朱棣最长寿的孙子 甚至放到现代都可以称作长寿 他历经七朝有三次错失皇位 按理说后代君主对他应要严加防控 可他却享受到了藩王的最高礼遇 得到善终 一出身皇家错过皇位 这位传奇的藩王就是朱瞻善 他出生在1406年 是明人宗的第五子 生母是承孝昭皇后掌事 所以从血脉上来讲 朱瞻善作为嫡亲血脉的身份地位都是极高的 当时与他竞争皇位最有利的人就是他的哥哥朱瞻基 但他俩年龄相差七岁 而朱瞻基当时已经被名人宗立为太子 这根本原因就是年龄 古代遵循力力长 可以说朱瞻基成为下一任皇帝已经是摆上钉钉的事情 所以朱瞻善的最好结局就是当一位藩王 无忧无虑地过完自己的一生 结果巧合的事情却在他身上一次又一次发生 1412年朱瞻善被册封为乡王 他的哥哥是明轩宗 而明轩宗对朱瞻善非常好 在宣德四年时 朱瞻善被下旨就翻于长沙府 但与朱瞻善的长寿相比 这位明轩宗就有些短命了 他在位不过才十年时间 在38岁时就驾崩 而此时皇位似乎离他很近 所有人都认为朱瞻善会成为下一任明代皇帝 朝堂之上的官员和民间的百姓 都纷纷议论下一任皇帝是朱瞻善 可张皇后下旨将明轩宗的儿子朱瞻瞻立为皇帝 张皇后下令朱瞻瞻当皇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同时张皇后禁止官员私下议论 如果议论就严惩不待 在长沙待了一个多月的朱瞻善才听说到朝臣举荐自己为皇帝 他立马上书名英宗自己无才无德 绝不适合当帝王 而朱瞻震在即位之后将朱瞻善即行加上 迁他到襄阳府 二身份最尊贵的藩王再一次错过皇位 此时的朱瞻善是藩王之中身份地位最显赫的 可谁也不曾想到 大明王朝竟然会在1449年土木宝之变中将他们的皇帝抓走当俘虏 敌人要求大明王朝用钱财来赎走明英宗 结果大明王朝不接受屈辱的条款 直接在暗地里商量下一任皇帝的人选 孙太后和众朝臣都举荐为高权重的湘王朱瞻善为皇帝 可朱瞻善经过考虑拒绝了即位的请求 他推荐朱祁为下一任皇帝 而事实证明朱瞻善的选择没有错 也为朱瞻善非常争气地打赢了北京保卫战 战争胜利后朱瞻善就成为了明代宗 大明王朝看似慢慢回到了正轨上 不过令朱瞻善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皇帝的位子还没坐这 朱瞻朕就被接了回来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 明代宗本来是想让自己的孩子为下一任皇帝 可他的孩子却在出生不久之后 就离开了人世 在朱瞻善病中挑选继承人时 朱瞻朕趁趁机发动兵变 夺回来这本该属于自己的皇权 再次成为明英宗 此时夺权之变后 就有人诬陷于谦等人密谋谋反 要另立藩王为新帝 于谦等人就被以谋反罪处死 此时的朱瞻朕也怀疑起了这位名声最大的藩王朱瞻善 一日给太后行礼后 朱瞻朕发现湘王的藩王金印竟然在太后这里 对他就放下戒备 反而更加信任 朱瞻朕多次召见湘王来到宫中 与他一起吃饭 聊天共商大事 会后 朱瞻朕更是会特意将朱瞻善送出皇宫 并且他劝告朱瞻震减少刑罚和税收 这让朱瞻震很受教育 在他复位的七年间 对他这位叔叔格外后代 给了他许多特权 恩宠和赏赐数不胜数 朱瞻震去世后 他的儿子朱健身继位 朱健身为人宽厚人子 对叔爷朱瞻善依旧是礼遇笼宠不断 而朱瞻善经过时间的推移 已经成为了明代的一位传奇的藩王 三 全靠自己才得善终 但朱瞻善成为待遇最好的藩王 这一切的结果 都是他自己努力所换取来的 在他第一次措施皇位后 他丝毫没有懊恼 反而对哥哥毕恭毕敬 做好一位臣子的本分 在哥哥讨伐败君让他监国时 他也从来没有任何篡位的念头 也为他自己知道时机不够成熟 此时的朱瞻善虽说是监国 但他的声望 权力都明显不足 他明白自己监国是明宣宗出兵 征伐叛军 而不得不由他来暂时代替的结果 如果此时他发动叛乱争夺皇权 下场不言而喻 第二次措施皇位后 对于他来讲 要是想谋反窜夺皇位 也不是不合一 可他在听说 朝臣纷纷要拥立自己为皇帝 立马向新地上输谢罪 表明自己的忠心 此时的他与上一次相比 权力和声望都显著提升 但并不足以支持他发动叛乱 第三次措施皇位 对于朱瞻善来说一切都已经成熟 时机 权力 声望 地位每一样都促使他登基成为新地 可他深思熟虑之后 明白即位就是会面临烂摊子 如果北京保卫战失败了 结果就截然相反 他没有充足的把握去冒险 于是他选择让位他人 在之后 朱祁镇复位之后 勤勤恳恳从没有一丝想要叛乱的念头 朱瞻善历经永乐 红西 宣德 正统 景泰 天顺 成化 合计七朝六地 长时间享受明朝藩王的最高礼遇 正是因为有自知之明 懂得权衡利弊 所以才能够保全自身 以及荣华富贵 也正是因为他没有野心 最终才能得以善终 成为明朝历史上高授的王爷之一 朱瞻善在1478年去世 享年73岁 朱瞻善也并不是不济于皇权 他很有野心 可与他所展现出来的相比 他更会隐藏自己的野心 懂得权衡利弊 明白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在六个皇帝底下生存下来的他 很懂得围观生存之道 他清楚地明白皇家之中权力争夺的严重 所以为了保全自身 他隐藏自己的野心 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 就这样活到了最后 并且一辈子锦衣玉石 荣华富贵 这告诉我们 在面对任何事情时 都要有自知之明 审视事情该不该做 能不能做 这样才能明哲保身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就连帝王将相也不例外 有些皇帝喜欢美人 甚至比爱江山更甚 例如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任皇帝顺治帝 就因为爱妃懂恶妃的去世而痛不欲生 最终欲悦而终 除了顺治之外 古代迷恋美人的皇帝还有很多 例如为了让杨贵妃吃上荔枝 劳民伤财的李隆基 还有迷恋还飞燕寿中另一女主赵飞燕的汉成帝 据说赵飞燕虽美 但是在生理上却有一种缺陷 而汉成帝不仅没有嫌弃 更十分迷恋 不惜为了赵飞燕荒废朝政 一 骨感美人赵飞燕 赵飞燕的一生可以说是古代女子逆袭的典范 她不仅从一个底层的宫女 一路逆袭成了汉成帝的第二任皇后 更登顶天下女子能够到达的最高权力巅峰 做到了太后 尽管后半生看起来享尽富贵 但是赵飞燕的前半生却过得可以说是十分凄惨 赵飞燕刚刚出生就被父母抛弃 虽然后来又被重新抱回了家 但是却没有得到父母怜爱与唐夕 没有几年就又被卖到杨娥公主家做歌舞纪 在古代歌舞纪的地位可以说是十分低下的 即使是公主家的也是一样 歌舞纪在这些豪门贵族眼中 甚至连一个奴隶都不如 他们被当作可以随意买卖赠送的玩乐工具 如果来拜访的朋友喜欢 随便一句话也就可以送给朋友 或者这批歌舞纪看你了 也可以卖出去重新换一批 所以做歌舞纪的赵飞燕 还是生活的毫无尊严的 只能随意被人摆布 赵飞燕因为长相过人 身材较小 因此十分适合练舞 而他也凭着自己高超的舞纪 成功吸引到了汉成帝流亡 汉成帝从小就是一个色胚子 还没登基时就沉溺于酒色之中 看到美丽非凡的赵飞燕 就更脱不开眼了 立马就跟杨阿公主要了赵飞燕带回了宫 要知道赵飞燕可是和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 定列环飞燕兽 她的长相可不是宫里面 其他的后宫家里可以媲美的 有专家曾经用电脑修复了赵飞燕的画像 带眉珠唇 黑眸龙鼻 好玩双雪 先手柔矣 不要说在古代 赵飞燕的长相就是拿到现代 也是数一数二的 因此自从有赵飞燕 汉成帝其他的嫔妃几乎都失宠了 汉成帝更是因为赵飞燕荒废了朝政 后来更为了赵飞燕废了自己的结发妻子许皇后 按理说许皇后不仅出身名门 极具才华 更长得十分漂亮 曾经也是被汉成帝专宠了十来年 为什么赵飞燕一入宫他就失宠了呢 赵飞燕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 二 掌上武 帝王宠 我们都知道唐朝以胖为美 但是汉朝却是以寿为美 赵飞燕因为小时候生活困苦 因此发育的并不好 即使在以寿为美的汉朝女子中 都显得十分较小 即使入宫后汉成帝对他百般恩宠 也没将赵飞燕没有发育完全的骨骼 这个缺陷养好 他鲜鲜细腰几乎可以一掌可握 但这正好满足了汉成帝的喜好 也成了赵飞燕得宠的重要原因之一 赵飞燕能得到汉成帝的宠爱 除了长得好看之外 他的心机也非同一般 汉成帝的许皇后被废除 就有他的手笔在里面 而许皇后被废之后 他也成了汉成帝的第二任皇后 赵飞燕是以歌舞得到汉成帝的青睐 因此即使被封为皇后之后 为了顾宠 赵飞燕也时常在汉成帝面前翩翩起舞 有一次赵飞燕与汉成帝 在太叶池中泛舟赏景时 突然刮了一阵飓风 正在跳舞的赵飞燕差点被吹倒 幸得汉成帝身边的侍郎冯吴芳 一把抓住才没掉入水中 但赵飞燕非但没有吓到 还将双脚立在冯吴芳手中继续跳舞 看到自己的爱好 竟然在其他人手中起舞 汉成帝非但没有吃醋 竟然还十分惊喜 更命人专门造了水晶盘 方便赵飞燕跳舞 赵飞燕的掌上舞给汉成帝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觉享受 这也让汉成帝对赵飞燕更加的迷恋 赵飞燕也因掌上舞文明天下 唐代甚至有人为此坐视记录 赵家飞燕是昭阳 掌中舞霸销声剧 但是也许因为赵飞燕 发育不完全的生理缺陷 赵飞燕虽然得到了汉成帝的专宠 但是却一直没有怀孕生子 也有种说法 赵飞燕之所以一直没有怀孕 这是因为她为了故宠 长期使用香肌碗导致的 三 接妹妹进宫 却犯下大错 无论赵飞燕不孕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赵飞燕都深知以自己的出身 还没有儿子傍身 如果失去了汉成帝的宠爱 那么下场会十分悲惨 因此 为了把汉成帝的心绑在自己身上 她把自己的妹妹赵和的推荐给了汉成帝 但赵飞燕没有想到的是 妹妹赵和德的入宫 非但没有帮她故宠 还分走了原属于自己的宠爱 都说虎毒不食子 但是为了取悦赵和德 汉成帝甚至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儿子 为了一个女人 连亲儿子都能杀 可见汉成帝的昏庸 汉成帝更是夜夜宿在赵和的寝殿 最后竟然猝死了 汉成帝死了 还死得这么不光彩 赵和德深知自己逃不过一死 因此自尽而亡 丈夫汉成帝死了 争宠的妹妹赵和德也死了 赵飞燕却没有过多的悲伤 因为她虽然不是皇后了 但是却成了太后 只不过好景不长 赵飞燕仅当了几年的太后 她的羊子汉埃帝留心就假崩了 汉埃帝死了 没人护着的赵飞燕 不仅被废除了太后之位 更被贬为庶人派去看守皇陵 赵飞燕也走向了 跟自己妹妹一样的道路 自杀身亡了 自古美人多拨命 赵飞燕一生其实并不长 她受过苦 得过宠 她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也没有真的做了什么 祸国殃民的事情 她一生做的最过分的一件事 可能就是陷害许皇后 导致了许皇后的最终死亡 她虽然凭借自己的武姿 和不同于其他女子的身姿 获得了汉承帝的宠爱 但是这个宠爱并不牢固 汉承帝并不是一位明君 她沉迷女色 荒废朝政 即使没有赵飞燕的出现 她最终的结局 也许也不会改变 但人们却往往会把罪名 扣在女子身上 因此赵飞燕也就因此 被扣了一顶红颜祸水的帽子 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点赞 订阅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 永乐十三年 朱棣的亲信大臣 锦衣卫指挥使纪刚 突然下了一道奇怪的命令 他要和牢中一个犯人喝酒 这可是一件歧视 什么时候锦衣卫还会请犯人喝酒呢 更何况还是纪刚这个锦衣卫的老大 这个囚犯欣然接受了邀请 纪刚带来了很多酒 他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看着心事重重的囚犯 一直不停地饮酒 纪刚心中明白 这个囚犯知道自己请他喝酒的目的 所以他想要喝醉 只想离开人世的时候 不会那么痛苦 但纪刚不会心生怜悯 也为让囚犯死是皇帝朱棣的意思 自己作为皇帝 坐下最忠实的大臣 不可能违逆朱棣 于是当囚犯喝醉后 纪刚命人将他丢在雪地中 血越下越大 最终囚犯的身体 被掩埋在白色的血中 最终迎来了死亡 这位囚犯就是被称为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的谢晋 其书永乐大典的编写者 死时仅47岁 谢晋之死在明史中记载了下来 13年 锦衣魏帅济刚上囚集 帝建晋姓明曰 晋犹在也 刚岁最近久 埋积雪中 历死年四十季 这个谢晋到底是做了什么呢 让朱棣如此的厌恶 并且必须要了他的命呢 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 一 虽有大才 但性格张扬 需要打磨 谢晋是江西脊水人 当地有名的大才子 18岁时参加相识 不仅成功中举 还拔得头筹 成为戒员 后来还一次考中进士 谢晋自小便有神童之名 12岁便已经熟读四书五经 入室后 更是凭借一首好词和文章 在汉林院中闯下不小的名声 众人追捧他为大才子 长久以来的恭维 令谢晋养成了孤傲 耿直的性格 这使得他日后为此吃尽了骨头 朱元璋对谢晋非常赏识 常令谢晋陪逝是左右 有一次 朱元璋让谢晋对治国理政提出一些建议 性格耿直的谢晋以为朱元璋是真的想要自己提出一些建议 于是他回到家后 激动地写下了万字建议书 劝说朱元璋不要采用那么重的刑法 应当稍宽刑法 以安天下臣民之心 实际上 洪武晚期的朱元璋很少能听进去别人的建言了 他对谢晋说的话不能太当真 但谢晋这个人脑子太直 没看出里面的弯弯绕绕 将实话全部写了出来 朱元璋看过谢晋的奏章后 勉强表示赞赏 夸赞了谢晋几句 没想到谢晋还来劲了 回去之后又洋洋洒洒写下一份太平实册 这可令朱元璋恼火了 心想这小子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呢 于是朱元璋将谢晋贬出京城 担任一道监察御史 不过谢晋可不是个甘心消停的人 洪武22年 李善长受胡为庸谋反案牵连获罪 谢晋写了一封奏书 为李善长辩护 这可惹恼了朱元璋 但朱元璋认为杀了谢晋太可惜 于是叫过来谢晋父亲说 大器晚成 若以儿子归 义令晋学 后十年来大用未完也 朱元璋认为谢晋有才 但性格有缺 还需要好好打磨 于是让其父亲领他回家 继续安心读书十年 以磨练心智 二 棱角仍未磨平 掺和皇帝家事 朱棣登上皇位的时候 由于得位不正 朝廷上下不少大臣暗中指责的 很多事大夫不愿意为他效力 为了将自己塑造成虚心耐健 求贤若渴的英明君主形象 朱棣在登基第二年就建立了包括谢晋在内七人组成的内阁 在永乐元年 朱棣决心修一部红篇巨著来彰显大明国威 同时巩固自己的统治 于是他命谢晋主持编撰工作 在谢晋 姚广孝等人的通力合作下 这本书完成得很顺利 这便是著名的永乐大典 朱棣此时对谢晋尤为倚重 其重要程度堪比六部上述 代言之私 机密所系 且待西市镇 必已不在上书下也 谢晋才华出众 能力很强 也很受朱棣的重用 但他耿直的性格却仍然没有改变 虽说策立太子是皇帝的家事 但太子之位被称为国本 因此说立太子这件事是国事 也没什么错 不过自古以来 凡是牵涉其中的大臣 先有得到善终的 谢晋饱读诗书 应该明白皇家之事 不可轻易参与其中 不然很容易里外不是人 但当朱棣也为立储之事为难 向他询问一件事 谢晋耿直的性格 又开始出来作祟 不仅没有选择避开这个话题 反而坚定地支持皇长子 朱高氏为太子 三 得罪朱高绪 获罪下语 朱棣登基后 心中对立储之事 一直犹豫不决 按照传统惯例 太子当属朱高氏 但朱棣觉得 次子朱高绪也不错 作战勇猛 形式风格和自己很像 朱棣心中拿不定主意 便想听听大臣们的意见 于是他便私下里找来了谢晋 面对朱棣的询问 谢晋没有丝毫犹豫地回答道 皇长子人笑 天下归心 见谢晋回答得如此干净利索 朱棣怀疑谢晋是在拿利 迪利掌那一套敷衍他 于是追根究底问谢晋 为何支持朱高氏 面对朱棣的追问 谢晋也没有多加迟疑 只说了三个字 好圣孙 这下朱棣才认可地点了点头 朱高氏之子朱瞻基的确是自己最为喜爱的孙子 当初朱瞻基出生时 他还梦到朱元璋将象征全力的大规赏赐给自己 而次子朱高旭的那几个儿子 好像还真没有能比得过朱瞻基的 于是朱棣当年便策立朱高氏为太子 因为这件事 朱棣总觉得亏欠次子 所以对朱高旭颇为照顾 朱高旭利用这一点 做事嚣张跋扈 有时候在理智上甚至超过了太子 这又让谢晋看不下去了 上书弹劾朱高旭犯下的种种过错 这就令朱棣十分不爽了 自己补偿下次子有什么错 谢晋给自己打小报告是在离间父子感情 此后 朱棣对谢晋就各种看不上眼 后来还因为内庭泄密 以及科举考试阅卷布公一事 将谢晋点折交纸 永乐八年 被贬三年的谢晋回归庶职 希望朱棣能将他留下 结果此时朱棣正在北征蒙古 谢晋见不到朱棣 无奈之下 他只好去见太子 但他没想到的是 朱高旭却以私见太子为由 向朱棣告状 于是朱棣将谢晋打入昭狱 关押了起来 谢晋这一关就是五年 永乐是三年 锦衣卫指挥使 既刚向朱棣递交一份 诏狱囚犯名单 而朱棣偶然间看见名单上有谢晋的名字 肘眉问季刚 谢晋还活着 季刚明白朱棣的意思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讲的那一幕 《红楼梦》里有一句名言 用在谢晋身上正合适 人情恋达集文章 世事动名皆学问 谢晋是百年难遇的才子 但在人情世事面前 却始终不得圆滑 皇帝自古便是孤家寡人 哪有什么真情可言 他信任你的前提是你始终跟随他的脚步 只是可惜了谢晋这个大才子 终究是错付了一片忠心 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点赞 订阅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